讲述百姓真实故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 天堂马哥和粉丝一起聊聊家常 您听听马哥的经历和感触 是否会勾起您的某些回忆和感慨呢 现在咱们这一块儿聊个天 因为港带我也说过 我得拿个玩儿 你又爱说 我也是就拿这个解个闷儿 解个闷儿 你说让我干出点别的事儿 咱一个人身体也不行 也到这岁数了 没心气了 但是没心没心气 我人还是 还是愿意往好处想 有时候还愿意往开乐想 有时候还行 琢磨一些有趣的事儿 你说干了这一辈子工作 那跳槽 也没跳出个明白来 也没跳出个房来 也没跳出个钱来 正好 后来还差点把功龄全丢了 找东找西还算不错 各个单位的人 人家还都理解这些人 是吧 因为那事儿 跳舞这号的人多了 多了 瞎蹦槽 丢功龄的 对 还都不错 顺应世界 环境的 只要你找 基本上都给你补上了 有一阵那时候说 功龄你掏点钱 你没胶膊 同意的给你补 天日期 有比如在那些期间就把这功龄给补上了 我不这也是吗 找这找了 补好几个地儿 补偿补息的 补完以后把这功龄能够了 打工 一九年总算把这个修给退了 对 是吧 也拿上退油筋了 这好事儿 挺高兴 有时候想挺高兴 真不容易 一九年也很好 得了个孙伙计 我喜欢女孩 这才不错 这听我话 说生个女孩 就生个女孩 没生之前 我就跟她开玩笑 我说跟你妈说了 你要生个女孩 我和你妈使点劲 能给你们辅助辅助 看看 我说你要真要是生个带伴的 还不管了 其实那么说 拿着话记的 就证明你妈你爸喜欢女孩 生什么 生三伴你也得开 是不是这道理 就说逗她 果真 在这个 在遗产期的时候 是回孕期间 不知道人通过什么方法到医院 说检查去 这咱就不能细说了 干涉我 爸这回真是个女孩 挺高兴 他妈也挺高兴 还挺好 而且我在 19年的7月份 就这热天 孕陈院 生下一名女婴 七斤多 七斤多 不听 我们家沫沫七斤多 还是顺缠 这叫母子平安 可有玩意儿了 这孩子也累 关键我们这累大半了 你知道吗 人家月嫂走了以后 人家24天月嫂 人家就开24天 24天就一万多了 这么着 开始给孩子 一天一天的 一把屎一把尿就这么着 总算 今年这五岁了 五岁了 在 托儿所 明天再上一年 大半了 该上学了 那你这说视频 正好是孩子成长的 生活上 而且我就说五岁 就说我这意思 19年退休 19年就孙伟计了 紧接着还有一个好事 20年轻人 20年轻人